每个人或许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 如果人世间没有七情六欲该有多好 接下来这篇短文主要说的是一个女人悲惨的一生 小丽是一个农村人 她和她现在的老公是大学同学 在大学期间他们两个人的感情非常的好 随着大学毕业之后 两个人觉得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于是就和双方的父母商量一下 当然双方父母肯定善同 支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 他们两个人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让小丽感觉到很苦恼 小丽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可以对她好一辈子 但不管小丽每天在家里为她做什么事情 她总是对小丽不理不睬 对小丽很冷淡 因为每个女人结过婚之后都想得到安全感 可是眼前的这个男人让小丽觉得非常陌生 经过时间相处久了 小丽觉得现在这种生活让她接受不了 于是她就提出了和她老公离婚 小丽没想到的是 他们两个人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于是小丽就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 去了外地 刚到外地没有一个多月时 小丽就发现她又喜欢上了她的同事 这个男人起初对她也很好 由于对小丽穷追不舍 小丽就和她顺理成章地进行了第二次婚姻 但是令小丽没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起初对她的好 原来都是假装出来的 现在这个男人 她整天只知道喝酒 赌博甚至还会殴打小丽 这样小丽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于是小丽没有办法 就和她分居了一段时间 但因为她现在的老公喜欢赌博 欠下了很多的债 经常会有债主上门来要钱 如果她老公不给钱 对方就会打她 甚至把她打到此为止 小丽觉得看不下去 于是就把她现在住的房子给卖了 拿去给她的老公抵债 小丽原本以为 这样做可以感动她的老公 让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令小丽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这个男人竟然会变美加厉的 去对小丽拳打脚踢 她还甚至让小丽 把她私底下藏有的几栋房子 都拿出来给卖了 为她去还债 小丽觉得这种男人 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 于是又和她进行了第二次离婚 离婚后 小丽觉得这辈子 自己也不可能再会爱上其他男人了 但好景不长 她却又喜欢上了其他的男人 她原本只是想和这个男人玩玩 没想到自己竟然会意外怀孕了 因为每一个女人都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 于是她就和这个男人又进行了第三次结婚 婚后这个老公对她非常好 但是她的父母却总是对小丽指指点点的 总是会在外人面前说小丽的不是 而且他们也总是会在小丽面前说 他们庄上有一个男人 也是娶了一个已婚的女人 后来这个女人竟然把他们家里面的银行卡给偷走了 把他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给带走了 这让小丽听得很不舒服 所以作为一个离婚三次的女人 我告诉大家三个忠告 一 结婚证就是一张纸 什么作用都没有 二 结婚的时候睁大眼睛 三 结婚后闭着眼睛 三 结婚 三 commence 三 三 三